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琪姐的文学课堂 我是艾特金的王岐老师 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呢 带着大家一起从诗歌的角度来去领略英语语言的魅力 那相信中文的古诗呢 很多同学都会背 三四岁的时候可能唐诗三百首 大家就已经会了三首 三首以上这种情况了 但是呢 英文的诗歌呢 相信大家我想可能学了那么长时间的英文 很多同学可能从幼儿园就开始学 然后一直小学初中 甚至高中了 甚至到了大学了 到了现在可能别说是英文的诗歌了 如果让大家来去提到一个英文的诗人 英国 美国的诗人 可能大家脑子里面都是一片空白 并不知道有哪些人 有哪些诗 所以呢 我们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用这样的一个课堂来去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心目当中非常棒的英语诗歌 以及非常棒的英语诗人 那我们首先先来去看一下 第一个人 那一开始接触诗歌呢 我倒不太建议大家从古诗着手 因为古诗当中会有一些比较难懂的词 难懂的句 比如说有涉及到一些这个古英语的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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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这样的词 对吧 然后涉及到这个Hash Art 我们要先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英语 然后才能来去学这个整个的了解这个诗歌当中 整个的一个意味 所以呢 我倒建议我们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这些著名的诗人来去着手 从他们的身上来去了解诗歌的魅力 所以呢 第一个介绍的人就是Robert Frost 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Robert Frost 我们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 其实就有过他的诗歌的一个翻译的版本 那首诗呢 叫做《未选择的路》 The Road Not Chosen 为什么小学语文课本里面去选这首诗呢 是跟这个诗人的生平是有关的 Robert Frost呢 他是40岁才改行做的诗人 之前是一个农场主 然后接下来他决定他把自己的一个爱好 转化为自己的职业 然后成为了一个职业诗人 然后并且一举成名 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他另外一首 也非常著名的一首诗 叫做《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那这首诗呢 也是沿袭了Robert Frost的诗歌的特点 虽然他是一个现代诗人 但是他的诗歌完全是回复了 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诉求 完全回复了诗歌的本源 他追求的就是对仗公整 一扬顿挫 格律整齐的诗歌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诗读起来非常的朗朗上口 一起来看一下 Robert Frost的所有的诗歌呢 都是根据他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经历 有感而发 包括这首诗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也是真实的树林 真实的血液 真实的停留 所以呢 你看 这首诗就刻在 他当时停留的那个小树林里 那这片树林 就像瓦尔登湖一样 因为一个文学作品而名声大噪 而这个树林当中 就刻着这么一首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 首先是标题 标题一开始就给我们交代了 时间 地点 人物 世界 那我们来看 人物很简单 对吧 因为刚才说了 Robert Frost都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去有感而发的写诗 所以呢 那这个人物就是他自己 那就是他 那地点呢 我们也看到这里是个wood 刚才的那片树林 对不对 好 那整个的一个时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 是晚上 evening 而且这里我们还知道说 这是一个下雪的晚上 那不仅是even 而且是一个飘雪的状态 那接下来什么样的事呢 第一个单词就告诉我们了 叫做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stopping 停下来 停泊 短暂的一个停留 之前我跟同学们来去分享这首诗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的第一反应就是 他会觉得可能诗人迷路了 所以晚上这么晚下着雪还没有到家 而且是在一个树林里面 然后并且呢 诗人的内心一定是比较害怕 或者比较孤独或者比较甚至是比较凄凉的一个状态 这是很多同学看完了标题之后 会产生的一种感觉 那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感觉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他在第一句话 第一节 第一句话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澄清 告诉我们不要怕哦 来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怎么说的 Whose woun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不要怕哦 歌没有明路 歌好好的 这片林子歌很熟 歌就是在雪夜 处在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里 对吧 那我们来看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一开始 就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联想 这样一个苗头先给遏制住了 然后接下来 马上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 熟悉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我们来往后看 Whose woun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甚至林子的主人是谁 我都认识 我都知道 那我们来看 那林子的主人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好 这里用了一个 Though 这样的一个转折 但是又是一个让步的一个转折 来去告诉我们 但是呢 他不在这 我在这 他不在这 我还是一个人的状态 那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个字里行间 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 这个林子 是不是我们一开始看标题的时候 感觉的那种 就是完完全全一个荒山野岭的一个状态 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小树林呢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这个很遥远的 很偏远的这样一个小树林的话呢 那林子的主人也就是护林人 首先有护林人了 就说明这片树林 它不是一个原始森林 然后这片树林是用来伐木 用来使用木材 然后使用木材把钱给这个护林人的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护林人 他的房子应该是在这个林子里面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护林人的房子在哪里啊 他是在村子里 说明这个村子和这个林子 一定相隔不会太远 起码当天就能来回 他就是一个上班族 他不是一个这个住林子的一个护林员 而是一个这个走独的一个护林员 我们有住校的学生 然后有走独的学生 他当天就是可以来回的 所以这个林子一点都不偏僻 所以刚才那种恐怖的感觉又消失了一点了 对吧 好 接下来下面继续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那我们来看啊 这里说的是这个护林人 林子的主人 他不会看到我站在这儿 那他不会看到我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来看最后一句啊 我在这儿在干什么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白雪矮矮的树林 我看到了 他没有看到 这样的美景 我一个人独享了 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恍然大悟啊 原来题目当中 一开始我们的那个小小的误解 现在已经全部化解开了之后呢 我们意识到原来世人没有害怕 没有孤独 没有迷茫 什么都没有 而是暗自窃喜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这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大家比如说某一个冬天 某一个冬天的早上 本来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状态 你要去上早自习 对吧 我知道很多同学早自习会特别早 然后你早上的时候呢 需要比如说不到七点你就要出门 然后你要去赶公交车 然后你要去在七点半之前 就要到学校去上这个早自习 可能还会有人更早的情况 对吧 那你可以想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 推门的时候 你是一种非常沮丧的心情 好困 还要挤公交车 等会还有一天的学习 完全是渺茫 没有希望的状态 对吧 当你一推开门 或者推开这个小区单元楼 的这个门 你推开走进户外 发现外面 哇 一夜大雪 白雪矮矮的状态 这时候 你看到的这样一个场景 外面没有一个人 你自己独享了这一片雪景 而且这个雪是没有人踩过的雪 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 我要先在地上打个滚 灌木上面都是矮矮白雪 我要把灌木上面的雪来去打两下 我要拍个雪球来去 我要自己堆今天早上第一个雪人 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惊喜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很容易感觉到 感受到诗人这个时候的一个感受 这种疲惫的旅程过程当中 突然进入了一片小树林之后 独享了一片美景 这种内心的惊喜 窃喜 以及这种惬意的感觉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节 接下来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节 这时候我们发现说诗人 他还真的不是孤独一人的状态 但他旁边不是人 而是一匹马 My little horse 但是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首先诗人并没有去直接描写他的马 而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揣测 来去描写了一下马的心情 他揣测什么呢 他觉得我的马肯定觉得有点奇怪 queer这个单词表示的是奇怪 strange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我的马很有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为什么要停下来对不对 between the wood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那旁边除了树林 就是一个冰封的湖 而且又是一年当中最黑最冷的一天 原来是冬至夜 对吧 为什么不回家喝冬酿酒 然后非要在这个林子里面来去停留呢 那这里用马 诗人真的非常的厉害 他用他的马来去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片美景 人有能力去欣赏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都有能力去欣赏这样一个自然的美景 所以马是一个不解的状态 而人反而是一个乐在其中的状态 所以这也就是讲 为什么我们会和自然和谐相处 因为我们懂自然的美 因为我们了解自然 这是第二节 那刚才的揣测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怎么说的 好 第三节 果然 我的马确实有点不解 He gives his honey spells a shake 他晃了晃他马具上面的铃铛 对吧 晃了晃铃铛 To ask if there is a mistake 那就是我的马 晃了晃铃铛来去问说 主人你八成是傻了 为什么停在这还不走 对吧 这样的状态 The only这时候他晃了铃铛之后 给我的感受是什么 给Robert Frost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来看 The only other sounds a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awning flake 哇这里面 晃了铃铛之后 你想象一下 雪液美景 非常的寂静 在这样一个寂静的雪液当中 除了栩栩的微风之外 就是融融的 注意啊 这里的这个雪花 不是鹅毛大雪 而是绒毛啊 Downing flake Down表示的是羽绒服的羽绒 也就是这个动啊 琴类啊 鸟类啊 它的身体当中 最里面的那一层绒毛 这种绒绒的雪花飘落 它竟然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 然后除此之外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马儿清脆的铃铛的声音了 那这里就是我们说的 以动称静 以声称静 这样的一个写作手法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呢 我们中文当中也有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说 教室里静的连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都能听到 对吧 那我们说如果是现代汉云好事的话呢 可能会去问说 这个真是谁的 是A还是B还是C 那我们应该选的是D 没有真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只是想说 教室里非常的安静 而这里也是说 这个铃铛 清脆的声音 它能够衬托出 我能够听到徐徐的微风 以及融融的雪花飘落 那我能不能听到 那个徐徐的微风 能不能听到 那个融融的雪花飘落呢 没有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想去衬托 真的非常的寂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然后清脆的铃铛 而清脆的铃铛 让我意识到了 哇 好近啊 整个感觉好棒啊 这种一扫旅途疲劳的感觉 对吧 本来是很累的 在赶夜路 很焦虑的一个状态 突然有这样的一个 很寂静的这样的一个美景 让你能够沉静其中 让你流连往返的感觉 那流连往返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世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他先发出一句感慨 他说 哇 林子真美呀 雪叶的林子真漂亮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但转念一想 不行 我不能留下来 我不能停留下来 我还有夜路要赶 所以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好 最后两句话是重复的 是一个reputation 那这样的一个reputation 写的 把整个的一个诗的意境 推向了一个顶峰 推向了一个高潮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首先 第一个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他是跟着这个故事走的 相当于说 我这个夜路 我要把它走完 我要走到家 我才能睡觉 所以我必须要赶路 我第二天还有工作 我今天必须要回家 我不能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再漂亮 我也要记得 第二天还要去搬砖 所以是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而最后一句 整个把诗歌的意境 提高了一个境界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完了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之后 诗人突然意识到 这个Miles to go 其实就是我人生的旅程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不停地 紧赶 慢赶 再赶路 而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 我偶遇了几处美景 逗留片刻 我意识到 自己还要继续赶路 还要继续追求 未来美好的人生 还要去 比如说照顾家人 履行责任 还要去继续工作 继续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最终 离我睡觉 Sleep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一旦我们想到人生了 你会发现说 这个Sleep 和上一句当中的Sleep 就不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Sleep 就是 Death 就是死亡 而前面 就是整个人生的道路 所以这就是一个感情的升华 那我们把这首诗连起来 来看一遍 整个这首诗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By Robert Frost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He gives his honey sp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A mistake The only Other sounds A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awning flake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整首诗 完完全全 就是我刚才 给大家承诺的 我们要去读一首 一阳遁措 铿腔有力 格律公整 对账整齐的 这样一首诗 没有说错吧 读起来 非常的朗朗上口 而这样的一个朗朗上口 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讲 中国的古诗 我们的诗歌 比如说 朝辞 白地 彩云间 七言的故事 对不对 那我们说 朝辞 白地 彩云间 它既然是七言 那这首诗 每一行 都是七个字 朝辞 白地 彩云间 千里 江陵 一日还 两岸 原声 提不住 青州 已过 万重山 而且在读的时候 是一个 二二三 二二三 这样的节奏 对吧 就是 朝辞 白地 彩云间 节奏一定是这样的 你如果把节奏乱了 变成朝辞白 地彩云间 OK 那就是rap 那就不是一个古诗了 对吧 所以 那英文的诗歌也是一样 那中文的诗歌 刚才是说 每一行七个字 对吧 然后 每一行七个字呢 那还会有这样的一个 押韵和对上工程的 这种情况 而且读起来 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感的 那英文的诗歌 我们刚才读 确实觉得 非常有节奏感 对不对 然后读起来 朗朗上口 一仰顿作的感觉 对吧 那 它的这个节奏 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 它的字 是不是相等的 每一行的字数 是不是相等的呢 那第一行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八个单词 接下来第二个行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七个单词 然后第三行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七个单词 然后再往后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八七七八 这样的一个数量 对吧 这时候我们感觉到 有点迷惑了 什么样的情况 那如果他每一节 我们能够看出来 是四节 对吧 那如果每一节 都是八七七八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 大概也可能是 这样的一个格律 也算是有计可循 有规律可循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第二节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七个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六个了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又是六个 最后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又是六个 好 这时候不对劲了 对吧 第一节 第二节 它完全不对称的状态 但是呢 我们在感觉到 有点奇怪的同时 还是有一种 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分明我刚才 读得很顺 为什么现在 字数是不对的 那究竟英文诗歌 遵循着什么规律呢 不是单词为单位 而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英文的诗歌 它是以音节数为单位 也就是每个单词 原因的数量为单位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英文诗歌当中 最基本的一个单位 就是syllable 也就是音节 一个原因为一个音节 那我们就来重新看一下 这个第一节 whose would this are I think I know 那这里有几个原因呢 我们来看啊 所有的量化出来的 都是原因 whose 一个原因 一个音节 whose 一个原因 一个音节 对吧 this are I think I know 好 这个里面 whose 第一个 whose 第二个 this 第三个 are 第四个 I 第八个 八个音节 那第二个号呢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whis 一 whouse 二 is 三 in si the whi 六 leach 7 tho 8 也是八个 下面也是一样的啊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stopping here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每一行都是八个音节 那下一节 我没有标 来大家试一下来找一找啊 来我们来看啊 my little 这是两个音节哦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单个的 总共七个单词 八个音节 好 这里是六个单词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啊 to stop 两个 without 也是两个 a farmhouse a farm house near 所以虽然只有六个单词 但是 还是八个音节 接下来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between 两个音节 the woods and frozen 两个音节 lake 所以还是六个单词 但是 还是有八个音节的 来 最后一行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六个单词 八个音节 都是八个音节 好 接下来 下一节 he gives his honey spells a shake 没问题了 这时候我们梳起来 已经很轻松了 对吧 八个音节 然后接下来 to ask if there is a mistake 八个音节 mistake 好 接下来 那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悟出来啊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eps呢 是所有格吗 我们来看啊 the only are the sounds the only the 一个 only 两个三个 other 四个五个 sound 六个 the 七个 sweep 八个 所以这里的eps是什么 是is 把is给省略了 省略成eps 为什么要省略啊 不然的话 就破格了 对不对 就多出来音节数了 所以的话 这里就省略了 我们发现这个写诗也很有趣 对吧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诗歌当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eps的情况 尤其莎士比亚的诗歌当中 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为了来去凑这个音节数量的 这还蛮有趣的 是吧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句 of easy 两个音节 对不对 of easy wind and downing flake 八个音节 没问题 最后一节 复习一下了 the woods are lovely 两个音节 这个单词 dark and deep dark and deep 听出来了吧 but I have promises 所以这里为什么是复述形式啊 音节数 对吧 promises to keep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 八个音节 凑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有很多的承诺哦 然后接下来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八个音节 每一行都是八个音节 完美 是吧 好 那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syllable 而八个音节代表了什么呢 我们说 两个音节 等于一个meter 等于一个音部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样的一个格律当中 诗歌的格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meter meter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意思 就是米 对吧 一个长度的计量单位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能还会比较熟悉 比如说small meter 比如说mileage meter 或者是voltage meter 这样的一个仪表 量表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在文学作品当中 meter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表示格律 或者是诗歌当中的 一个单独的 一个单位 叫做步 一步两步的步 就像中文诗歌当中 我们有这个 七言五言 这种感觉一样 而英文诗歌当中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meter 到底是四步啊 还是五步啊 这样的一首诗 而我们这首诗 因为它是有八个音节 那两个音节为一步 所以这首诗呢 就是有四个音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four meters 但是因为当中 我们不会去用 这样的一个词说 four meters 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前缀 表示四 叫做totometer 所以这首诗 它的一个格律 我们来看啊 它就是一个四步 这样的格律 叫做totometer 而整首诗读起来 这种异样顿挫的感觉呢 怎么体现的 就是由ambic tetrometer 来去体现出来的 而这个ambic 什么意思呢 叫做一阳格 所以刚才的一阳顿挫的 这个一阳终于来了 对吧 先易后阳 先弱毒 后重毒 一阳格 所以我们是 whose woun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而不是 whose woun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不是这样的一个 棒棒棒 这种状态 对吧 而是一个很悠扬的 从弱到重 这样的一个起来 而且是一个 比较欣喜的感觉 所以一阳格 一般非常开心的诗 比较能够体现出来 内心的这种 喜悦之情的诗的话呢 我们会比较多的 使用这样的一个 一阳格 叫做ambic tetrometer 四步 四步 一阳格 这种样子 那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首诗 它的一阳顿挫 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还体现在 它的运脚 它的押韵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首诗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首诗 一首诗 你可以把它叫做poem 你也可以用 一个非常专业的语言 来去称呼它 叫做verse 运 运文 this be the verse 叫做 愿此成运 押韵的东西 运文 好 我们讲一首诗 你可以叫poem 你也可以把 一个诗集 叫做poetry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非常正式的一个词 非常优美的一个词 verse 来去称呼一首诗 运 运文 this be the verse 愿此成运 verse 好 那就像一篇文章 有好几个段落 那一首诗呢 也可能会有好几个诗节 那诗节 那诗节就叫做stanza 好 那构成诗节的每一行 每一个诗行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verse 也可以把它叫做line 一个诗行 那每个诗行当中 就有音节 就有音部 然后同时呢 最后的每个诗行结尾 每一行诗结尾 都会有一个韵脚 叫做rhyme 而韵脚就是一首诗 读起来朗朗上口的一个 精华所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 首先第一行 whose wor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好 这里是个no 然后接下来第二行 结尾处是个zo 然后第三行呢 是hear 最后一行是snow 也是o 好 这是我们讲的韵脚 如果一首诗出现的第一个韵脚 我们会把它标注为a 然后出现的第二个不同的韵脚呢 我们就把它标注为b 然后接下来以此类推 abcd这种感觉 那我们来看啊 所以这里是aaba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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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 here snow aaba 好 接下来下面一节 好queer 好 这里是一个新的韵脚吗 不是的 而是刚才的第三行 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韵脚 刚才的hear 对应了这里的queer 所以你看 这里用到奇怪 为什么不用strange 因为要押韵 那为什么不用peculiar 也可以表示奇怪啊 因为我们的音节数要相等 peculiar就多出来了 对吧 peculiar有三个音节 那所以这里用queer 好 near be be lake see 然后year 也是b 好 这是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每到第三行 third line 就开始变调了 这个变调就是为下一段来去起个调子 那下一段的调子呢 就是上一段的第三节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预测 对吧 那下一节 它的调子一定是 这个韵脚一定是 k lake 对吧 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egg 这样的晕脚啊 看一下 哦 果然 shake he gives his honey spells a shake eke 好 mistake 也是eke 好 接下sweep 变调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flake 还是eke 所以ccdc 好 接下来最后一段了啊 来看一下 deep 果然是从d开始的 对不对 刚才的sweep 这个eep就出来了 这个韵脚 好 deep keep 好 这里不变调了 为什么 结束了 对不对 我没有下一段再去引出来了 这首诗四节就结束了 所以deep keep sleep and sleep 并且你看啊 这里还噪音了一下 上一段当中的那个k 稍微的噪音了一下 因为这边是一个半韵 而不是一个全韵 因为我刚才看到是flake 发的是ache 而这里是dark 发的是ark 这是一个半韵 也就是最后的辅音是一样的 而且前面的原音 没有完全一样 这种我们叫做slant verse 或者叫做就是半韵 或者是斜韵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我们回头再去给大家介绍的 美国最著名的女诗人 Emily Dickinson 她最喜欢用的这样的一种韵脚 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 好 dark and deep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整首诗的一个韵脚 我们现在能够理清楚了 来看一下 这时候就切换到这样了 能够理清楚了啊 所以现在整首诗的一个韵脚 我们就可以理清楚了 know though hear snow aaba 然后接下来 bbcb cdc ddddd 整个的一个韵脚 rhyme scheme 我们叫做rhyme scheme 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首诗读起来 才会如此的朗朗上口 而且背起来也会非常轻松 所以大家回去的作业 就是把这首诗背下来 就在把这首诗诈尧续